我们公司不是代理这个盘 我们公司亦没有收过任何资助 Hello 各位朋友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我来曼城市的北边 看这个盘 这个是香港有发展商的 远东发展 Merdonside的发展项目 这个发展项目其实它总共有700多个单位 700多个单位 它里面 我知道有些货尾 好像在买36万 两房 36万磅两房 三房就46万 大家自己上网看 我不是来介绍楼来卖 只不过这次来看 我们有客人查询服务 想我们帮他们管理有关的物业 所以这次来看看他们的进度 发展成什么样 不过来得到这里 就令我想起 很多年前香港 有一宗难尾楼 其实 就叫ANGEL GATE 就在旁边 转一点 转一点 据我所知 就是 现在 都是由一个 香港发展商 远东发展 都接手了 一次个发展 一会儿走下去 再跟大家介绍 刚刚 就在前面走下来 前面 我们看了几个 远东发展的项目 现在 就令到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这个盘 这个就是几年前 那个 名簇一词的盘 叫ANGEL GATE 为什么名簇一词呢 还要说几年前 但现在还是烂地 不过有工程 做也算好了 讲一些故事给大家听 其实这个盘 我认识一些人 就是当年买了的 大家如果有机会 上网Google ANGEL GATE 香港也好 英国的报道也好 都有说 这个项目呢 其实 我讲一点故事 当时 就是这个发展项目 拿去香港买 就像一般这样的 发展项目 是不是 很多一些 叫高楼大厦的 发展项目 就拿去香港买 这个其中之一 当时 拿去买的时候 价钱 其实挺相宜的 两房的 是说了十几万磅 是不是 还有这个位 他们来市中心 其实都很接近的 所以当时 吸引了很多投资者 买 其中一个投资朋友 就真的买了 还要 一次不止买一间 还有 一批朋友 都跟着一起买 这样 问题就是 买了之后 他初时 发展商就说 20% 按针就行了 20% 看到尾 但是他后来 发展商的 提供 如果你能够再 给多些按针的话 那我可以 给得到 一年 4厘的回报 就是说 收楼前 每年 我给4厘 4% 就是你给多了 最高的部分 有些投资者朋友 就见香港 基本上的钱 放在银行 没有利息的 是不是 看起来很棒 是不是 将其余的款项 给他 总之给了整个楼价 期望 期望 每年 收回4% 直到收楼 但是很可惜 就是这样 收不收楼 最终收不到楼 当然 因为几年后 到现在 还是这样的情况 故事未完 那个 期拖太长了 后来 小业主已经发觉有问题 所说的4% 那个回报 当然不能给 还要 后来那个发展商 就跟他说 我们就没有钱 去 没有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解释 他自己解释 是不是真的 大家回想一下 他说 他当时 预计 那个 起楼的价钱 就不足以 让他继续 起下去 怎样呢 就说 不好意思 我起不了 不过 我们提及的方案 解决方案 就说 你们 再给多一笔钱我 那我就可以 将整个盘 然后交楼交给你 那批投资者 就真的很 困难了 真是 糟了 一笔钱 给了 有些给了20% 有些给了80% 有些 就给了楼价 因为他想得到 那个4% 那个回报 是不是 就是收楼前 那个利息 可惜 两头不到我 香港 给了又死 不知道是否真的 起下去 是不是 不给又死 不给呢 如果起不成 又死 最后呢 找到香港 立法会议员 也一起 上街游行 大家看回报纸 看得到了 在英国这边 也投诉 所以大家看回英国 香港报纸 都有说过 类似的东西 都是说回 今次新闻 不是类似的 都是说这个新闻 接着再怎么发展 那个发展商最后 就解决不了 清盘 清盘 清盘之后 怎么办呢 故事未完 小业主 集合了一批 小业主之后 向英国法院 投诉 最后 那间公司 需要清盘 清盘的执行人 将那间公司 所拥有的东西 东西就是这块地 拿出去拍卖 也经过 本地 英国曼城 council的协助 拿去拍卖 很可惜 在一个 比较低价的 价钱 卖了出去 给一个香港的发展商 将 卖地的钱 分给小业主 分到多少 太详细的资料 回答不了 现在来说 说回这里 现在 其实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其实 你看 当时 我跟大家说 当时 投资者朋友 找我协助的时候 我已经来看 那个发展商就说 没钱 建议 OK 那去到哪 我不是看 烂地一块 跟他说 不要说superstructure 地基地基 建议都没建议过 什么都没做过 但是据我所知 我也是听回来 原来 那个发展商 将 90% 的钱 即是卖了屋的90%的钱 给了一个建筑商 接着那个建筑商 就说 那些钱不足以建议下去 接着建筑商就 清了盘 接着发展商就说 它清了盘 我都没办法 我都能建议下去 在后来 再详细调查之下 原来 发展商 和建筑商 其实是有个关系的 这个整个故事 就是 有部分 报纸看得出来的 有部分 我真是从投资者 得到消息 回来的 所以就趁这次机会 和大家 分享 好的分享 不好的 都分享给大家听 就等大家日后 在投资脑上 大家要小心 投资来说 其实在英国 投资 还有很多 有安全 亦是一个 稳健的投资 例如买二手物业 二手屋 其实整个买卖流程 是很保障 投资者 很保障买家 但是如果是买一些 off plan 那些项目 尤其是 high rise building 那些住宅 大家要真是小心 刚刚刚说完 就一个故事 讲off plan 的问题 那个不是故事 那个是真实事件 然后有人一定会问 那是不是 所有off plan 新楼 不要买 那又不是的 如果真的想买新楼 或者想买这些 多层下的 其实始终是有那个市场 因为有些人始终是 新车一样 有些人喜欢买新车 有些人喜欢买二手车 这个不奇怪 视乎自己的财务安排 如果真的想买off plan 留花的话 就有几样东西 大家要留意 第一 就要看看那个发展商的实力 和那个发展商的声誉 是不是 这个就要大家做一些功课 第二 亦都想稳定一些 可以买一些物业 它已经升到7788 好像背后都看到有些物业 或者 稍后有机会 带大家看看 其他物业 它已经 将近落成的 起码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superstructure 是升到7788 可能差内部装修 可能再等几个月 就收楼 那些相对稳定很多 另外 刚才 说过这个盘 不如在这里 多说一点 我也做了一点 资料搜集 这个发展项目 就经过香港的发展商 就重新发展之后 它就 将会 是 起到634个单位 634个单位 它的名字 Vittoria Riverside 旁边这个真的有River 大家看一看 喜不喜欢见人见智 看一看条河 两房 32万磅起 三房 52万磅起 这个价钱是高低 大家见人见智 我们公司 不是代理这个盘 我们公司 亦都没有收过 任何资助 我们都是根据 有关发展商 网上的资料 与大家分享 不如趁这个机会 看一看周围的环境 好吗 其实 它是背靠着 一个railway 它的railway下面 一个拱营门 以前来说 是一个货仓区 就是一些 被人租出的 被人 小的货仓 后面 亦都很多 一些 例如整车场 五金工厂 所以 这区 是这样 希望整体发展之后 能够 regen了城区 改善了周围的环境 希望我这个分享 对大家有帮助 今天 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先多谢大家 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记住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住一定要 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钟仔 多谢 拜拜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白明汉 提供全面的 物业管理服务 亦都有帮助 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 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 WhatsApp 或者是 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是 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 地区